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弟兄姐妹們 早安 好 很感謝你再次有機會可以在這邊講道 然後也是感謝黃國牧師有讓我在這邊有這樣的機會 今天我要分享的 sermon 對我最近的生活是一個非常非常的大一個 好像是改變我的生命 我知道很多人會這樣子說 但是因為這兩三個月我是遇到一些在心中的困難 然後其實這些困難是已經跟著我已經很久 但是最近因為有一些的狀況發生了 然後逼迫我要去面對面 然後希望今天我所經歷到的一些的改變 也是對大家有一點幫助 好 我們今天先從彼得前書 有一份新聞 然後希望我們都一起可以大聲地讀 好 我們一開始讀開始 願送贊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借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重生了我們 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 不能玷污不能摔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 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煉 就比那被火試煉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好 我們一起做個禱告 阿爸父 愛我們的天父 感謝你 今天有賜給我們你的寶貴的話語 求你保守我們每一位 聽到你的話語 不是把這個當成聽到懂就算了 因為我相信你的話語是活潑的 是會改變我們的生命的道 謝謝你 讓我今天孩子的口還有你的臉光照我 讓我們所有聽到的人 今天可以看見 聽到了 明白 你今天所有我們明白的 謝謝耶穌 感謝讚美你 禱告 封開耶穌得生的名求 Amen 好 我可以麻煩大家 如果你認為你的生命是滿有喜樂的 請舉一個手嗎 OK 比我想像的更多 好 感謝主應該要開心 今天我們在讀彼得前書 今天我們在讀彼得前書 其實是我承認 幾個禮拜幾個月前 是因為就不小心 就翻開聖經 然後到彼得前書 然後很久沒有讀 然後剛好有讀過去 然後一讀發現 現在對我的生命是很大一個幫助 所以我在一邊讀 有開始考慮 到底彼得是誰 OK 所以如果是讀過聖經 我們會想到彼得是誰 如果是從一開始 耶穌要找門徒 他第一個找的門徒是誰 彼得跟他的兄弟Anderle 然後呢 如果是你把所有的福音書 把耶穌的名字 不要算他的名字 彼得的名字在這個福音書 出現的最多次 所以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彼得是在福音書 不只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也包含耶穌離開這個世界 在使徒行傳也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 然後呢你想 彼得還有做過什麼事 你會想到 有誰有走在水上 還有誰 耶穌跟他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彼得在他當門徒 在十二個門徒之內 也有一個很特別的 在耶穌的眼中 有一個特別的角色 他會特別會跟他講話 然後呢在四個福音書 彼得會常常會出現 所以呢 然後呢如果想到有什麼 彼得比較關鍵的地方 我們就翻開到 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到十九節 這個是個非常關鍵的一個地方 我們一起讀 好 開始 耶穌到了 耶穌對他說 西門八約哪 你是有福的 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只是你的 我還告訴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 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 不能勝過他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也要釋放 哇 太厲害了 十二個門徒被問 耶穌是誰 不知道 但是彼得說 你就是天父上帝的兒子 所以因為他有這樣子的看見 他也願意宣布這個事實 所以耶穌馬上怎麼樣 就說 好啊 你是彼得 因為彼得的名字叫 是什麼意思 就是石頭 就是磐石的意思 很堅固的 所以他以後會把他的教會 建造在他這個磐石上 也會把天國的鑰匙 這個我還不太理解 天國的鑰匙是什麼意思 我還沒有研究到那邊 但是他會說 我會把天國的鑰匙給你 這個是一個蠻榮耀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再繼續讀下去 有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到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馬太福音十六到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好繼續讀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 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 受長老 祭司長 文士 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彼得就拉著他 勸他說 主啊 萬不可如此 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 撒旦 跪我後邊去吧 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糟糕了 剛剛被耶穌說 你是彼得 我的教會以後會建造在你的身上 在這個磐石上 然後呢 過一段時間後 他被耶穌罵是撒旦 這個落差我覺得 太明顯了 所以呢 因為我有想到這邊 所以我繼續在想 彼得到底是誰 你想一下 到最後我說 彼得是一個蠻糟糕的人 他有很多 他很衝動 很傲慢 很傲慢 有時候很愚蠢 很單小 我想著說 欸 弟兄 你也是啊 所以呢 我在想 如果耶穌可以對彼得 有這樣子的希望 很大的盼望放在這個人的身上 我呢 我呢 因為我也是常常在跌倒 常常在做錯事 我可不可以從彼得的生命 可不可以得到一種的安慰跟鼓勵 所以呢 我在想 他從哪裡 彼得是誰 彼得 還沒有 去找他 他還選擇做什麼 什麼工作 他是語夫對不對 所以語夫 那時候做這個老公的時候 他們可能是沒有受很高的教育 所以呢 因為有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很多人說 彼得前書 不可能是彼得本人寫的 因為他的文筆是太完美的 不可能有這樣子的語夫 沒有受教育的 所以呢 他不可能有寫彼得前書 這樣子的正義 是 其實沒有人可以確定 所以呢 今天 因為我是在那這邊 所以我決定 今天彼得前書是彼得本人寫的 好不好 可以嗎 好 謝謝你 謝謝 所以呢 他是語夫 耶穌找他的時候 可能 我猜 十八 二十 二十五歲 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呢 他跟隨耶穌幾年 大概三年 從開始到他 耶穌被定時下 上天 所以呢 我在說他 後面 有遇到什麼事 如果你讀十度行轉 他有怎麼樣 別的怎麼樣 有被攝影充滿 他有在很多人面前 有傳福音 他有抑制一個瘸腿的膝蓋 還有什麼 他也被抓 對不對 有很多很多事情 特別關於你和我 是因為他有受 從上天來一個意向 所以他開始把這個福音 開始跟誰講 跟外邦人講 所以我們其實也是要 感謝他有這樣的使命 然後呢 耶穌以後他走的時候 確實是彼得 開始帶那個初代的教會 一開始的最教會 就是他帶的 所以呢 我在想 如果是他大概二十幾歲 三年跟耶穌 然後呢 之後六十二年 是這段書被寫出來 所以他已經大概 拖了大概三十年 所以那時候別的 大概是五十幾歲 跟我差不多了 所以他在想 嘿 是我的話 我會怎麼寫 我會寫得跟他一樣嗎 所以我在想 耶穌帶著他 彼得是以前 耶穌可能是 非常愛的一個門徒 他在三十年 當教會的領袖 他所看到的 他所經歷到的 到底是在寫的時候 他會表達什麼 那時候的教會 大概是這個時候是 祖后大概六十二年 也是應該算是 不是很順利的 因為在祖后六十四年 在羅馬那邊 有發生一個非常大的火災 總共燒了大概十天 結束的時候 大概羅馬三分之二的城市 就不見了 然後那時候的那個 那個王 那個皇后 因為那時候覺得好玩 他很討厭基督徒 所以他開始 他就把這個火災的 這個發生的事情 就怪在基督徒的身上 所以是開始去 逼迫基督教 跟這個教會 所以我們也知道 那時候 彼得應該有感覺到 事情不對 所以他才會準備這封信 要鼓勵 安慰 那時候的教會 所以如果我們回到 彼得前書一章三到五節 我們到底看到什麼 可以麻煩大家 再讀一次嗎 好 請 願送贊归於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連命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重生了我們 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並能得著所預備 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在希拉文的那個聖經 三到五節是一句話 比較長 所以你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去了解多一點 他一開始就說 先榮耀給上帝 這個是我們的天賦 然後第一句話就說 神的憐憫 祂的大的憐憫 為什麼要從憐憫開始 憐憫的意思就是 因為人 你跟我 因為犯了罪 是永遠要跟上帝分開 但是這個不是神的意思 神本來創造你跟我 就是要跟祂 我跟我們跟祂 有一個很非常親密的關係 但是因為罪 我們是永遠跟上帝分開 所以祂的憐憫就是要救我們 所以因此主耶穌的復活 定時之下復活 我們也怎麼樣 從神到三節 然後呢也得到一個 有活潑的一個盼望 這個盼望 這個盼望到底是什麼 這個盼望就是 它先形容說 是一個 基業 我發現那個希臘文的字 不是用基業 它是用一個比較 我覺得比較好的字 就是一個遺產 inheritance 遺產 所以遺產 你想到這個字 你會想到應該是 至少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很寶貴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有關係的 誰會得到遺產 就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父親 會留給他的孩子 所以如果是這個遺產 是留給我們 意思是我們是跟天父 是有這個父親跟孩子的關係 接下來呢 它是說 這個是 存留 我覺得存留是沒有抓到 好好的抓到這個意思 希臘文的意思是 被 kept, guarded 看守的意思 保持的意思 因為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地寶貴的 所以這個不是就放在那邊 你想要就拿 不是,這個事情是因為很寶貴 所以上帝那邊 是在用他的力量 要把這個保存 看守 留給相信的人 然後呢 相信的人 在世界上 也是一樣 被上帝保護的 到什麼時候 到末日的時候 他會顯現 他會顯現 這個盼望 就是他的救恩 Amen 其實這個是一個 如果你來教會沒有很久 我不知道基督徒到底在信什麼 其實我這一節就是非常完整 在說福音到底是什麼 因為神的憐憫 要救我們 他拆開他的兒子耶穌 為了我們的罪 定死之下 他復活了 所以我們也重生 有得到一個盼望的 活潑的盼望 這個盼望不是到永遠的 不會毀壞的 但是因為東西很寶貴 所以呢 神在天上 在看守 在guard 這個盼望 也是保守我們在地上 預備 我們有一天在末日 可以顯現他的救恩 這就是福音的意思 所以第六節 因此 因為有這樣的救恩 你們是大有喜樂的 我覺得彼得在這邊 我有得到很大的安慰 因為他會加 雖然暫時會憂愁 這個應該大家都聽得懂 一定會有憂愁在我們的生活中 但是我後面要說 他說要得著 稱讚尊貴 不是我們要得著 是我們的信心 我們的信仰 我們信仰的 那個真誠的 這個quality the quality of our faith 是不是真的或假的 是強的或弱的 我們是希望我們的faith 我們的信心有一天 因為我們是認識上帝 一直跟他一起走到一起 我們的信仰會越來越穩定 越來越真實的 然後呢 有一天 因為有這樣的信心 我們的信心 會得榮耀 所以呢 我剛剛有 一開始有說 我最近有 在生活中有遇到很多 很多一些的問題 然後呢 就讀到別的前述這部分 我馬上 我就 太好了 神是愛我的 準備這個榮耀的 給我的 我很感謝他 以為 我現在已經好了 我現在可以抬起頭 走出去的 沒有問題的 沒有那麼好 因為有一天 因為剛好我的太太今天不在 所以我可以說她的 跟她有關的事情 我不敢說她的壞事情 最近 有跟她 有一些的 在某一些的話題當中 會有一點摩擦 有一點不同的意見 甚至到有時候我會真的是不高興的 所以呢 我是盡量這段時間 這兩三個月 也是很小心 要稍微跟她講話 那個話題來的時候 我要稍微 不要衝那麼快 要稍微慢慢地進一步 然後呢 感謝主我的女兒是從國外回來的 這段時間 然後呢我跟伊凡牧師 就是從她出生 一直有一個公式 就是 不管你跟我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拜託你 不要在孩子面前 表達出父母性是不愉快的 所以呢 他回來 我們當然很高興 但是這段時間 我跟我的太太有一點 有這樣說的問題 但是 no problem 我有讀過比特選書 沒有問題 我知道前面的路怎麼處理 然後呢 就是有一天 我們在三個聊天怎麼樣 我的太太就講 一句話 突然怎麼樣 我就發飆了 我就發飆了 然後呢在我的女兒的面前 就這樣罵我的太太 罵到一個程度 我就覺得很羞恥的 所以我就 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離開 感謝主 因為我沒有辦法跑太遠 因為我們就是在樓上的 52樓那邊 我也沒有辦法跑掉 所以呢我就到辦公室那邊 稍微罵我自己 怎麼樣 你弟兄你怎麼可以怎樣 就回到那邊 就跟我的女兒跟太太道歉 但是我在那時候在說 發生什麼問題啊 我不是已經預備好了嗎 然後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曾經有沒有這樣的狀況啊 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我只能可以用一個 比較幼稚的方式 跟你形容 好像是我已經聽到 我的太太在講某一個事情 所以我要怎麼樣 怎麼樣 要開始怎麼樣 要預備 OK 因為我要知道那個東西來 我可以馬上去訪 對不對 OK 至少可以保護我自己 OK 然後呢 我在這邊 預備好 預備好 從這邊來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說 噢噢噢噢噢 是從這邊來的 我說我要轉一個地方 試試看這邊 我出來就噢噢噢噢 從後面突然有另外一個東西過來的 然後我再說 拜託 我怎麼辦呢 太多的事情 從你不知道的地方 從誰來的 你真的沒有辦法去看那麼多的地方 你怎麼去保護你自己 所以呢 然後我就回去到彼得簡書 說一定在裡面有東西我還沒有看見的 所以呢我再一次非常非常地努力 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都讀 一直讀 然後呢 有一天我就發現 一個非常非常地奇妙的一件事情 OK 那你先不要緊張 我現在要討論一點點叫文法 OK Grammar 不好意思 容許我一分鐘 兩分鐘 如果我用英文說 on the way to church today I bought a cup of coffee OK 今天我在去教會的路上 我有買一杯咖啡 OK 請問哪一個動作是比較重要的 去教會 或去買咖啡 不知道 要看我對不對 通常英文會說 比較重要的東西是放哪裡 放在前面 OK 所以你可能是從我表達的方式 Today on the way to church 我去教會的路上 I bought a cup of coffee 我去買一杯咖啡 OK 懂嗎 所以呢 希臘文也有這樣子的表達方式 OK 如果是看到馬克福音第一章第16節 可以一起讀嗎 他們本是打魚的 OK 所以呢 耶穌在做什麼 祂在走路 也怎麼樣 看見 OK 有兩個動詞 哪個比較重要 你怎麼知道 其實從希臘文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馬克福音這個作者 它的重點是放在哪裡 看見 OK 我怎麼知道 因為他的文法就告訴我 有一個重要的 主要的一個動詞 就是看見 另外一些的動詞 譬如說走路 是 這是要讓你多了解那個情況 但是重點是 耶穌有看見希臘文彼得 OK 你懂這個意思嗎 OK 所以呢 這個是跟我今天的假道有什麼關係的 我還沒有忘記 如果回到 彼得前書 第六節 可以一起讀嗎 彼得前書第六節 因此 你們是大有喜樂 但如今 在百般的試煉中 暫時憂愁 繼續 謝謝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 就比那被火試驗 仍然能壞的精子 更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有很多動詞在這邊對不對 OK 這一句話 六跟七節 也是一句話 哪一個動詞是最主要的 OK 有兩個 第二個是 得著 得著 OK 第一個 最主要的是 你們是大有喜樂 Now 你覺得 So what 對我的話 對我的話 突然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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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燈 突然開的 啊 我明白了 通常 你聽到一個人說 你們是大有喜樂的 他會用什麼方式跟你講 他一定是用最最 你們是大有喜樂的 Amen 是不是這樣子 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喜樂是很好的東西 為什麼要跟你講你們要大有喜樂的 因為 你沒有啊 你缺乏喜樂 我才要跟你講 你們是大有喜樂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命令的方式 但是 彼得在這個時候 沒有用命令的方式 他是用最普遍的方式說 因此 因為前面的救恩 他是用最普遍的文法說 你們是大有喜樂的 什麼意思 我突然發現了 彼得 以前是耶穌的門徒 已經經過那麼多的逼迫了 有看到那麼那麼多的神奇 聽耶穌說的 也是自己有在教會 有看到很多很多事 他說的是 他說的是 因此 你們是大有喜樂的 意思是 喜樂 本來就是在你的身上 喜樂不是 是我要鼓勵你 要去找 喜樂不是一個 看不見 摸不到一個東西啊 喜樂是 喜樂是 本來是你擁有的東西啊 我好像沒有表達得很清楚 不好意思 是我的中文 我知道是有問題的 我要說的事情是 這個老人啊 比得那時候已經五十幾歲 他應該算很老 那時候 我已經說了那時候 那時候 古羅馬那時候 如果你可以活過五歲 有可能 你有機會活到四十五到五十歲 我們不能用現在的方式去算 好不好 我們不能用現在的方式 那時候 快到五十幾歲 已經 差不多了 所以呢 他已經 已經有太多的經驗 他已經看到太多的東西 他就跟你跟我說 欸 你是神的兒女 你有盼望的 那個盼望就是 救恩 You rejoice 你們是大有喜樂的 這個是你擁有的東西 他認為你們都有了 雖然偶爾 暫時 會有憂愁 但是沒有關係的 你們有大的喜樂 我不用擔心你們太多 因為你們是大有喜樂的 Amen 所以呢 我在一開始去想 欸 如果我的喜樂 本來就是在我這邊啊 為什麼我今天那麼痛苦 為什麼今天要憂愁 為什麼要常常要怕 跟我的太太有衝突 為什麼要擔心當傳召人 又會怎麼樣怎麼樣 有很多很多 是只有我而已嗎 你們也會有你們的擔憂嗎 憂愁嗎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在想 如果 我們 我們的 信心 是跟 我們的 所以 不好意思 如果我們的喜樂 是跟我們的 信心 有關係的 我要現在 我要現在怎麼過生活 如果我的喜樂 會影響到我的信心 我們基督徒很愛我們的信心 因為我們相信什麼 耶穌基督為了我們的罪 被定死之下 要復活 所以呢 我們以後可以得永生 這個是我們的信心 但是問題是 我們沒有看到啊 這個信心 耶穌是我們看不到摸不到啊 所以我們也要依靠我們的信心 如果是你有當過基督徒一段時間 你會發現 每一次 我們有痛苦 生氣 憂慮 我們會說什麼 啊 你的信心不夠啊 我的信心還是很小 我的信心怎麼樣 很脆弱 然後呢 有時候你是跟一個弟兄 我一個姊妹 你很痛苦的時候 把你的痛苦 講出來講 哭啊 很痛苦 然後呢 他會怎麼回應你 弟兄啊 你要喜樂 你會怎麼樣 就 你最討厭聽到那句話 如果我有喜樂 我不會這樣子 我不會那麼痛苦的 但是 我現在發現了 喜樂先 你才會得到 你才會發現 你的信心是真的 我再講一遍 是因為透過喜樂 你才會 你才會 Only if you have joy 你才會發現 看見 得到 一個信心 那個信心是會得到 上帝的榮耀跟尊貴 一定是透過你的喜樂 所以呢 我問你們 你生活中的喜樂 在哪裡 如果是你跟我一樣 這幾個月一直一直在不斷地在說 弟兄你的喜樂在哪裡 你的喜樂在哪裡 你知道我已經很糟糕到一個地步嗎 我有一點不好意思跟你分享這個事情 但是我覺得 真的是我那時候發現 我有這樣子的天天的一種想法 我在101也是工作 我也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工作 那邊的大樓的最大的缺點就是 電梯很慢 慢到真的不行 然後呢 每一次我坐到電梯 要上到我的辦公室那邊 我會看誰在按哪一個按鈕 我最討厭的是誰 從17樓要坐到18樓 他們每一次進來 17樓停 18樓 我說 你可不可以多運動一點嗎 就一層樓而已啊 拜託 我們都已經慢了 OK 你懂我的意思 嘿 這樣子的人很糟糕啊 然後我發現每一次坐電梯 我一直有這樣子的想法 欸 我有病啊 這個是不正常的 所以怎麼辦 因為已經到一個地步 我發現 欸 林昕你的爸爸真的很糟糕啊 怎麼辦 感謝主 每一次 現在每一次遇到這件事情 我會說什麼 我是大有喜樂的 我是大有喜樂 這些東西我不要管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管啊 然後呢 我要講到另外一個事情 彼得講的方式 他不是在這邊是跳蹦蹦跳 你們要喜樂 你們要喜樂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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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這樣子 他是非常非常的成熟 非常的穩定的 就用這樣是 好像父親 對孩子的方式就是 因此 你是大有喜樂 感謝主 我真的是開始 眼光已經開始打開了 我現在 現在我面對我的太太 大家有喜樂 大家有喜樂 謝謝 但是重點 我現在已經不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面對我的太太 我不用啊 因為我不管怎麼樣 以前我的太太會罵我 我說 為什麼你一直在講 對跟錯 我們在討論事情 為什麼你一直在 捆綁在那邊 對跟錯是什麼 我現在不用 雖然都是他的錯 但是我現在不用在意這些事情 我現在是 面對她 就是 糟糕了 我知道 還好她在國外 下禮拜才會 對 我現在在面對我的太太 是喜樂 然後呢我發現 雖然 那個東西來了 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有喜樂 那個喜樂在哪裡 我拜託你 也沒有那麼 我要挖得很深 我也一直一直挖 因為有很多東西 已經被蓋住了 我自己的害怕 沒有安全感 很多很多這些的垃圾 已經把我的喜樂 已經壓得很低 但是 我是大有喜樂的 一定是在裡面的 所以我慢慢地挖出來 發現 真的這個喜樂 非常非常非常地重要 我請進拜團 回到台上 在準備這個 這個 講到 我會想到 在 華蓮 我一番有一個 一個叔叔 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 會讓我想到他的原因 是因為 他在生病 癌症的時候 非常的痛苦 好像他有過 然後醫生發現他有癌症 開刀之後 說你確定你要化療嗎 那時候叔叔好像七十八十幾歲 他說我要 醫生說 這個是很痛苦的過程 有一些年輕人 二十三十歲 他做了兩三次就算了 我不要 太痛苦了 他說我要 但是每一次我們去看他 你會看不出來 他有任何的 埋怨 沒有任何一些的痛苦的樣子 痛苦的人是他的太太在旁邊 一直在擔心他 但是叔叔 非常非常的平安 非常非常的穩定 會跟我 跟我一番牧師 會分享 他最近 所遇到一些的 憂愁 困難 但是充滿 是喜樂的 每一次回家 我們會說 怎麼可能 我們也是基督徒 我們已經愛神了 那麼久 我不相信 我們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會跟他一樣 就是沒有辦法 弟兄姐妹們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遇到 憂愁的時候 遇到攻擊 遇到不順利的時候 我們的反應是什麼 我們會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去控制那個狀況 不斷地會說 我行的 我可以的 由我來就好了 沒有用 一定要先到我們的喜樂 因為我們的喜樂 是從音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有耶穌基督在我們的生活中 祂是我們的救贖 祂是我們的阿爸父 我們還怕什麼 我們回到馬太福音第16章這邊 這段經文 第一段在說 因為彼得宣佈 然後耶穌就是上帝的兒子 所以呢 他得榮耀 以後的教會 會建造在這個盤子上 也會把鑰匙交給彼得 天堂的鑰匙會交給他 那麼榮耀一件事情 但是很快發生什麼事 因為耶穌也是告訴他們 他以後要面臨的痛苦 彼得就說不可能 耶穌他是用斥責這個字去罵耶穌 欸這個字是耶穌會罵魔鬼撒旦 就用這個字 rebuke這個字 然後呢馬上耶穌說到我的後面撒旦 因為你們這樣 你不體貼誰 你不體貼神的旨意 你是體貼人的旨意 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他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不是一樣嗎 剛剛 他已經從天父得到一個訊息說 這位耶穌就是我的兒子 他聽到了 但是他不明白 他不懂是什麼意思 所以呢遇到困難的時候 然後他馬上怎麼樣 回到人 我能怎麼樣 我可以做什麼 耶穌基督在我身邊這邊 不用我來 我跟耶穌說不可能會死 這個是人的意思 這個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會用我們這些的方式 來過我們的生命 不要這樣子夠了 Enough Enough 我們在神的面前就求 請大家眼睛閉起來 請問 你的生活的喜樂在哪裡 你可能有喜樂 可能最近你有找新的女朋友 或你有買新的車 或你的公司發財 或你的太太這個禮拜出差不在家 開玩笑啊 開玩笑啊 開玩笑了 但是如果是你有一點點的經驗 你知道這個喜樂是短暫的 是暫時的 跟彼得說我們的憂愁也是暫時的 為什麼是暫時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方式 是我造出來的東西 所以呢很快就沒有用的 弟兄姐妹們 如果你真正的要有 到永遠那樣的喜樂 會鼓勵你 會鼓勵你 會讓你有一天 會看見 得到一種的信心 會榮耀上帝 你怎能可以依靠 從上帝來的那樣子的喜樂 已經在你跟我的身上 已經在了 你的喜樂在哪裡 不要以為這個是個感覺 如果是要靠感覺就算了 你要找出來 有什麼事情在你的生活中 會不允許你 去跟你的喜樂連在一起 請大家在你自己的禱告中 如果你現在沒有感覺到 你現在從神而來的那個喜樂 求主光照你的臉 讓你看見是什麼東西 讓祂打開你的臉 打開你的心 勇敢的在神的面前 求祂 讓你看見 因為喜樂 已經在你的身上 我們做個禱告 愛我的天父 愛我的天父 謝謝你 今天 透過今天的 你的話語 和你的靈 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真正的 在我們的靈裡面 感受到你真的是愛我們的 你是 才拍你的耶穌 為了我們 憐憫了我們 定死之家 為了我們的罪 因為祂復活了 我們也是得勝的 我們也是重生 有一個活潑的盼望 是永遠的盼望 是那麼的寶貴的 是神自己用祂的能力 來看守 把那個東西保持 跟祂現在在保持我們在地上 有一天 我們會顯現 會看到祂的榮耀 祂的救恩 這個是我們的喜樂 這個是我們的喜樂 堅持贊明祢 你那麼愛我們 堅持贊明祢 祷告 奉靠耶穌得生的名称 Amen